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聯盟戰棋 TFT 這些的 這些東西的這個 操作介面的解說 圖文教學頁面 就是這個 這個說明頁面 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 到這個頁面這樣子 因為有一些那個 讀片文字 還有連結要參考 跟點擊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直接跳過來看這段視頻 因為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是說這個在你可以拉到底部 就是說到這個 教學頁面你拉到底部 有一個那個返回目錄這個連結重真理 點一下 那這邊有那個 就是說你還沒有下載跟安裝 這個聯盟戰棋 的話那就是參考這邊 進行安裝下載 然後註冊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的基礎的說明 那到時候會補一些那個遊玩範例 那還有一些狀況處理 就是說票調啦 卡住等等的 可以參考 那第23條就是所謂的那個設定 的部分 那這最主要就是說 主要是 其實大部分用預設就可以啊 最主要是那個快速鍵會忘記 是哪一個 到時候可以把它打開來看 因為有的時候那個快鍵 就是那個熱鍵會忘記 到底是要按哪一個 比如說是這個 你 刷新嘛 刷新是按D鍵 購買經驗是 就是將那個 那個 聯盟精靈 升級是按F鍵 那還有一個是賣東西的 是E鍵 不是賣 他這個是應該是 旗子啊 出售旗子 那這邊是翻 英雄 其實是 聯盟戰棋 是那個旗 最後一個字 旗子 把旗子賣掉 是按E鍵 將旗子由前台 放到後台 是按W鍵 這些快鍵 那還有 偵查玩家順時針跟逆時針 是E跟3 或是Q跟R 那還有一個是 那個回到 畫面中心 是按2 那個鍵 就是你查看別人的 那個場地 別人的競技場的時候要回來 是按2 或是按空白鍵 空白鍵這個要知道一下 那因為有的時候你會忘記那個快鍵是什麼 那就按一下 ESC ESC 然後再把這個熱鍵把它展開 熱鍵展開之後它會列出來這樣子 是這個ESC的那個鍵 好就這些 看一下紅色好 ESC快速鍵 或叫熱鍵 然後 E EW 還有DF 這些是比較常用的 還有E 或3 還有123 123 那Q跟R 一般有的時候會按錯 我沒有在用Q跟R 我一般是E跟3 那還有空白鍵 那2有時候我也沒有在按 我就是直接按空白鍵 回到自己的那個場地 好 關閉一下 那觀看別人的旗子 檢查別人的旗子 這個地方就是說 因為這個遊戲在前面的 視頻有講過 旗子的特性 還有旗子的裝備 還有旗子的位置 還有一個 就是說 牌 最底部的這個 那個牌有沒有 不是牌 那個旗子 你要知道一下這個旗子的數量是有限的 那比如說 我打個比方比如說你這一回合你可以把那個 那個 那個財神戰隊 你把他拼出來 但是下一回合你不一定 我明白嗎 可以把他拼 就是說那個財神戰隊啊 你可以把他升到那個金色 很多支的可以升 然後 但是到了你下一回合 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盤的時候財神戰隊拼不出來 或者是那個 怎麼講這個旗子的數量你要去觀察 那個 那個量 還有一個你要去觀察就是說你點擊這個 別人你要去看一下 別人的旗子 要不然你會拼不出來因為別人還會跟你搶 比如說你這一盤要拼那個戰國軍團 軍閥 或是月光啊 雪月 但是別人跟你搶 跟你搶那個旗子的量 那你就拼不出來你就刷不到 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 那個旗子的數量 是有限的 這樣子 下方的這個旗子的數量 好 那 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是1跟3 或是按Q跟R 順時針跟逆時針 它不是 左那個右邊的 我剛開始那個誤解 以為是右邊的這個 右邊的這個是排行 你的那個分數的排行 就是說對戰的時候那個有分數的排行 由大到小 的排行 事實上你按 1的順時針跟3的逆時針 或Q跟R 它是地圖 比如說我現在的位置在這裡 那我按一下1 它會到上面 再按1 上面 1上面 1 這樣子 它是用順時針的方式 那你按3的話它是逆時針的方式 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 1跟3 或Q跟R 它是 右下角 右下角小地圖的順時針跟逆時針 它不是跑這個 右邊的那個 那個分數排行 右邊的分數排行是用點的 你用那個滑鼠 那個左進去點 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是右下角小地圖的 順時針跟逆時針 是這樣子 那剛開始 這邊的這個我忘記 說到這個 ESC那個鍵 我一般是用快鍵 你也可以直接點這邊 點這個齒輪這個 也可以出現這個視窗 因為有的時候那個快速鍵 熱鍵會忘記怎麼按 你就是按這裡這樣子 把它叫出來 看一下這邊的 因為那個快鍵有沒有 你要用那個快鍵操作 因為你單純用滑鼠來點 來不及 因為那個倒數計時那個一下就跑完你會來不及 所以說要配合快速鍵 好 那上方有沒有就是那個 在最前面的教學有講過 算是蠻前面的 上方的這個 的那個介面 他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順序排序介面 排序的 有沒有當出現這個紅色就是代表戰敗 那這個要查看一下別人的旗子很重要 要看一下怎麼會打不過 原因是什麼 是你的旗子的擺放沒有好還是 剛好被刻到 剛好被那個刻到或者是 他的那個特性什麼的 要去查一下 那一般都是直接點 當你把滑鼠移上來的時候這個這個地方會顯示 那個對戰的對象是誰 這個地方我忘了拍那個圖 你的那個 滑鼠有沒有移過來到這個紅色這個 兩個那個鍵交叉的這個 他會顯示你對戰是誰 然後去查 比如說是這個 那就去點一下他 他會切到他的這個場景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他的那個旗子的擺設 是這樣子 因為有一種就是說跳到人家後排 去殺的那一種的 比如說是刺客 你假設是排那個刺客的那一種的 比較多 那你就要去看別人的旗子 因為你跳到對敵方的那個後排有沒有 結果敵方的後面 不是那個 是一個坦克還是什麼的 那你就沒有殺到那就沒有意義了 好就是這個是 這樣子的 你要去查看別人的排射 好這樣子是從這邊點 這樣子 從這邊點 看一下然後點這裡 看看為什麼哪一個我打不過 去查一下這樣子 要查一下原因這樣 所以說看別人的那個 那個場地別人的競技場這是蠻重要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 傷害了 其實的傷害 這邊有一個 這邊的這個有沒有是 顯示全部的那個玩家 的聯盟精靈 就是按照那個分數 你當前的分數來做 有大到小的排行 那這個是指你 目前其實的傷害 比如現在有這三個 他列出那個傷害值 列出來 然後這邊 有沒有 讓大家看一下 那中間這個是 阻擋 也就是說你受的那個傷害有多大 不是不是多大 就是說你阻擋到你阻擋掉的傷害有多少 這是已阻擋的傷害 中間這個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防護罩 就是那個護盾的部分 跟治癒的部分 這樣子 是看這個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繼續觀看的 這個東西要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戰敗嘛 就是你那個 戰敗的時候你就是要看一下別人怎麼玩 你可以點擊一下繼續觀看 去研究一下 那這是這個遊戲 蠻好的一個設定 你可以留下來看看後續是怎麼樣 還不錯的功能看看別人是怎麼玩的 這樣子 點一下那個繼續觀看 或者是 如果你不想看的話就直接點這個現在離開 好那要怎麼離開那個繼續觀看呢 按一下 EAC鍵 EAC鍵 你點一下 然後點一下投降 就是說你現在觀看觀看完了 你不想繼續看下去 你就是EAC這個快鍵按一下 然後叫出這個設定的視窗 然後點一下投降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點一下投降 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再點一下投降 就可以離開 離開當前的那個畫面 這個要知道一下 好 那接下來是說明這個 聯盟戰棋有自己獨立的界面 經驗值跟積分 他是 那個另外計算的 所以說 你要 接下來他有一些的免費的物品要領取 就是前面的大概40級吧還是30幾級 有一些 免費的那個物品 要領取 那他有一個那個下方的滾動條 的部分 你要知道一下 要左右的拉動 好這邊就示範一下 好就是這個獨立的他另外開個獨立的界面這樣子 那這個遊戲大廳 是 這邊的這個 這是遊戲大廳 對 他有獨立的另外開的一個TFT 的 檸檬戰棋這個 那這是經驗值的部分 但是他不叫經驗值他叫做通行鎮 這樣子 好這樣 好那這邊有一些他出現一個免費這裡 剛開始就是先用免費的 那其他的都要用這個 聯盟幣購買 那注意看一下下面有個滾動條 好這個你自己拉一下 好拉一下拉一下這樣 這邊這個 好這個我領了 好這個還沒領一下 領取 好這樣 好領取 那還有呢這個 停一下領取一下 我是跟大家講一下就說 他這個是聯盟戰棋TFT他是另外開一個那個界面 出來 他有另外一個模式 他不是跟那個英雄聯盟的召喚峽谷 或者是隨機當中 是 就是不同的模式就對了 這個地方要分清楚一下 然後他有一些的免費的那個物品你可以先領 這樣子 好就是說等級到 那等級是看這邊 有沒有 26等 這樣子 那經驗在這裡 經驗值在這裡 好然後這個我領了 這邊這個 還沒有到還差100的經驗值 好才會到26級 那他可以領到多少好像是42級 42級 那接下來就是你 換那個 場景 換聯盟精靈場景跟爆炸這三個東西 好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點擊一下開始 那他這邊顯示全部 呃顯示未擁有的 呃顯示未擁有的 這些那這些都大部分 呃絕大部分都要用那個聯盟幣購買 然後就自己向下拉看一下 那你可以把這個勾勾取消 好就是顯示當前的 你就點一下這樣子 然後給他裝備 換一下就換掉 有沒有就換掉 然後這邊這個 我就是這個 好這樣子 換回來 好就換回來 這個是基本的操作 要知道一下 那還有一個是那個 呃表情的部分 那是 坦錯123 啊那你可以用一下這樣子 好像是那個豆 那個是豆豆龍吧 還是什麼的 你自己去試一下他每一個 好像是這個有那個聲音啦 打鼓的那個聲音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那個效果 你就是用那個坎錯鍵壓住 好像是123吧 這樣子你可以是自己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裡 大概就這樣子 那在這個 註解這邊你點一下那個顯示完整 資訊 有一個斗內贊助連結 維持這個教學頻道能夠正常運作 大家可以到這個 贊助連結裡面的斗內網站 進行小贊助 謝謝大家 然後也可以點擊一下訂閱按鈕 那個訂閱一下 OK 那這段的解說就 這樣子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說明 我們好看 收視頻